进入总裁专用电梯后,蒋浅南终于收起了笑脸。 怎么回事啊?怎么大家都这么快就知道了?我刚才在路上也没看见你打电话呀。 嗯,照片刚刚一出来,我就让陈康给公司各大主管一份。这么长的时间之内,大家要是再记不住你的脸,真可以直接卷铺盖走人了。 你别告诉我,陈康现在已经准备好喜糖了。 暂时不能给你个婚礼了,难道你还不想让我给发点喜糖给大家?本来就是准备直接将咱们婚讯放在公司外面的广告大屏幕,滚动循环一个月。 托陈康办事效率的福,公司上下大道股东及副总裁,下着宝洁大妈都收到了喜糖。 除此之外,所有部门员工的福利则是,这几天可以提前下班两小时。 强其难知道这消息时,整个福射大楼里就只有他和傅景洪两个人了。 女人纤细的腰肢被男人紧紧地圈住了。 委屈你了? 我没有觉得委屈啊。 相反,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。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头受点磨难并不算什么呀。 以后等得珍惜我就好了。 我现在可是个超级大超级大的大富婆呢。 都已经这么有钱了,生活这么无忧无虑,还找了一个这么能赚钱的男人。 还说什么委屈的话,那可让那些穷人怎么活呀。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? 少女时代呢,幻想着能有多轰动就有多轰动,最好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结婚了。 后来就常想,也不用太轰动,就找一间教堂,然后把彼此的亲朋好友都请过来见证一下,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也挺好。 现在我想的是,也不用那么轰动,也不用找什么教堂,领个结婚证就行了。 至于婚礼嘛,办也可以,但是一定要简单,不办的话也无所谓,反正真正的过日子起来了,就不讲究这些形式。 而说到底,那些花样也都是办给外人看的。